肖战七大经典影视形象你最喜欢哪一个? 这是一个让无数粉丝为之热血沸腾的话题 肖战从2015年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出道以来 肖战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影视作品涵盖了古装 仙侠、玄幻、军律、都市等多种类型 展现了他的多面魅力和演技实力 盘点肖战的七大经典影视形象 哪一个最能代表你心中的肖战? 第一个当然是陈情令中的魏无羡 这部剧是肖战的成名之作 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魏无羡是一个性格开朗 机智敏捷不拘小节敢爱敢恨的人物 他是魔道的一代宗师 也是蓝忘机的一身之爱 肖战将魏无羡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风华绝代 情深义重的各个面向完美地诠释出来 让观众为之倾倒 陈情令在播出后创造了多项收视记录 肖战也凭借魏无羡一角抱红尘顶流 很多粉丝表示魏无羡是肖战的灵魂角色 他们已经无法想象 有谁能比肖战更适合演艺这个角色了 第二个是《斗鹅大陆》中的唐三 这部剧是肖战首次挑战玄幻题材 也是他的首部古装玄幻力之剧 唐三是一个天赋异柄 勇敢坚强、智慧卓越、心怀正义的人物 他是斗罗大陆上最强的魂师 也是最温柔的情人 肖战将唐三的成长历程和感情纠葛 以及他的魂力变化和战斗场面 都生动地呈现在荧幕上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魅力和气场 《斗罗大陆》在播出后 收获了超高的口碑和评分 唐三是肖战的突破角色 可以看到肖战的进步和挑战 也可以看到他的多才多艺和无限可能 第三个是《余生请多指教》中的顾卫 这部剧是肖战首次出演都市情感剧 顾卫是一个性格内敛 理智冷静 专业敬业 温柔体贴的人物 他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 也是一名深情的猎人 肖战将顾卫的医学知识和手术技巧 以及他的情感变化 人生抉择都细致地表现出来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专业 《余生请多指教》在播出后 收获了破纪录的收视 肖战也凭借顾卫一角获得大奖 顾卫是肖战的成熟角色 可以看到肖战的稳重和沉着 细腻和真诚 第四个是《玉骨瑶》中的石影 这部剧是肖战首次出演仙侠剧 石影是一个性格孤傲 冷静高傲 心机深沉 才华很易的人物 肖战将石影的仙气 以及他的复仇和救赎 都极致地演绎出来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霸气和悲情 第五个是《王牌部队》中的顾一夜 这部剧是肖战首次出演军律剧 顾一夜是一个性格阳光 热血豪爽 勇敢无畏 忠诚可靠的人物 他是一名优秀的特种兵 也是一名忠诚的男友 肖战将顾一夜的军事信念和战斗经历 以及他的友情和爱情 都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英勇和忠诚 《王牌部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评价 顾一夜是肖战的硬汉角色 看到了肖战的坚强和无畏 第六个是《娇阳伴我》中的圣阳 圣阳是一个性格乐观 活泼可爱 热爱设计 追求梦想的人物 肖战将圣阳的设计才能 以及他的友谊和恋情 都动感地展现在镜头前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灵动 焦阳伴我在央视播出后收获了高收视 还多次上星在各个卫视重复播出 很多粉丝表示 圣阳是肖战的青春角色 看到了肖战的快乐和自信 也看到了他的才华和努力 第七个是《闷中的那片海中》的肖春生 这部剧是肖战首次出演年代剧 肖春生是一个性格沉稳 聪明机敏 不畏艰难的人物 他是一名充满梦想的北京青年 也是一名坚定的正义者 肖战将肖春生的追逐梦想 以及他的正义感和人性挣扎 都深刻地诠释出来 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闷中的那片海》被选为北京经典剧目 从中可以看到肖春生的冷静和果断 也能看到他的正义和担当 肖战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艺人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态度 赢得了无数人的认可和支持 除了这七个经典影视形象 还有电影 话剧 舞台上的经典战战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 最能体现肖战的个人魅力和演技水平呢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 都是肖战用心和汗水打造出来的 都是他对角色和作品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期待肖战能够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